大家好,我们继续为大家语音解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们汉语尼音及相关的汉字 我们在前面跟大家分享了尼音及相关的汉字,分享到四个女字,两个单领儿旁,一个儿子,一个是女字,另外一个是女字旁,一个儿子,一个女字 那么指的是大伙,一起生活,一起走人生的男女或者夫妻之间,那么相互称呼的这么一个字 是指对过,其实最初的含义就是两个人大伙过日子,经常的交流,去接触,对过,就指你,甚至夜晚睡觉,也是你对我,我对你,也是你,各自相逆,才有了这么一个字 那么后来呢,拓展到跟所有的部分男女之间或者夫妻之间呢,跟普通的人跟人之间,直接这种交流对话互动的时候呢 就叫做你演变到我们今天就用你没有这个最初的含义了 那么这个尼音及相关汉字也是从这发展来的 怎么发展来的呢 你说一男一女,大伙过日子,陪伴走人生之间呢,就不会去计较 这个你帮了我什么,我帮了你什么,我为你付出多少,你为我付出多少 大家都差不多,都是相互一种付出,一种人世间真正的那种人跟人之间的那种真情之间的流露 所以呢,那么往往呢,这就叫有感情 有感情,感情从何而来就是相互亏欠吗 相互付出不求回报的这种情感 就是感情,就是爱情 那么自然,那么以后呢,那么人跟人之间交流呢 也拓展到别人,也是这个样子 人跟人之间的朋友关系,就是有感情啊 等等吧,那人跟人之间,普通人之间就是这朋友,好朋友啊 现在有什么闺蜜,又是那个什么什么男的啊 少年人耍伴啊 都是这份含义,就是相互亏欠 相互亏欠呢,那么是,这就有了 你加恩啊,你恩,脸 发这个音,就形成了您字 你恩,你恩,你恩,您 就有了这么个您字 意思的含义呢,最早也是 夫妻之间,男女之间 相互尊敬,相互尊重 表示啊,哎呀,你给我付出这么多 对别人表示一种尊重 让别人感觉到舒服啊 说,你看我知道我亏欠的人,你为我付出的多 时间,那么也是啊,有这种同样的情况的时候啊 也会用这个您去称呼 就是,您,有恩,对我啊,就这么意思 您,啊,您,恩,啊 那么,目中程度上呢 那么被称呼 被您称呼的人呢 那通常是境界高,也确实如此 要不然人家也不会发自内心呢 当然后来演变的 哎,都要用这个东西 表示一种尊重 尊敬啊,由衷的 这个,一种仰慕啊 敬畏这么一个意思了 那么,到今天呢,也就是这个意思 对要说话的人,分享的人 处理事情的人,有互动的人 对过的这个,啊 一种敬称,一种尊称 当然了,这个字啊 古代的时候有两种写法啊 一个就是你加心字啊 呃,这是指 呃,夫妻之间 那么,对外人呢 那也是有个演化的过程 就是认字加个形字,也都做嫩 啊,其实那您 啊,你啊,都有好多地方 都不分 那么,但是他这个文字上 是有区别的 这个认呢,就是我们说法 在认音里都 呃,我们会给大家去 这个,分享 啊,信,认,认识 只是做人事嘛 那么,这通常的话 能够自觉的去 啊,做人事啊 就是你做的好啊 内心感觉到你是这样的人 也都做您,一个认识 加个形字底 那我们在这个 内音里头也跟大家去分享 我实际上呢 它都是相近 呃,的词啊 那个,也是相近的音 呃,代表意思呢 也都差不多 后来呢,因为这个 呃,你啊 拓展了 所以这个您呢,也拓展了啊 任何人之间直接互动 直接交流 直接相互表达 这种啊,呃,语言含义 分享信息的时候呢 都用您了啊 这就是一个尊识 在这个基础上 因为通常 镇上就称呼人 境界高嘛啊 叫人值得静慕 静养啊 佩服 感恩啊 呃,感觉舒服的人 那么 后来呢 祖宗借这个 您这个音呢 也有一定的拓展 有些字呢 呃,发展了 今天基本上不用 但是呢 我们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什么 在古书里头有 你比如说一个 口里面有个丝 这个字呢 也读作 您 是指着什么呢 就指着一个人 呃,无丝 把丝能够控制起来 不怕自己的丝力强加给别人 也不为了自己的丝力去干扰别人 或者说是 去如何别人 那么 就直指的意思啊 您 是指着知子 知 指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人啊 他自己就知道 自觉就知道 有些事不做啊 所以能把私字啊 私利啊 只管自己的这种情绪啊 这种念头啊 给止住啊 根本就不给油 那么所以 通常这种人呢 您呢 也指贤人啊 贤 那是 很境界很高的了 圣贤啊 啊 那么这指贤人 那么还有一个字呢 是加上动作了 一个铁手 加个刃子 这也跟刃子有关系 但是呢 他也读作您 就意思呢 像您这样的人呢 这个所作所为 啊 呃 就让人感觉到 很这个亲切啊 很仰慕啊 呃 很喜欢 很喜欢 很感恩 那么这个您做出来的事啊 就是这种轻轻的这种 呃 抚摸啊 这个安慰啊 呃 接触啊 一个 你比如说一个拥抱啊 啊 一个轻轻的肩头拍打 鼓励信心啊 等等 就也叫做您 那通常也就是说 闲人做出来的事啊 的行为动作 但是今天呢 我们也基本上不用了啊 这个您 其实 最 最多的 到现在我们常用的 只有一个字 就是一个你 加个心字 你 表示 对您的这种尊重啊 尊敬 仰慕 好 关于 您 以及 相关的汉字 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谢谢大家